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政府的媒體 我们是国家的媒体 中央广播电台 公共电视 这些都不应该负有盈利的责任 因为这是国家要提供给人民的 叶林道明明是国家的电视台 国家的广播电台 国家的通讯社 但是却要求大家要自负盈亏 要去搞捐款 文化部一手说要给员工票选 事实上他是交给资方去推选 故作开明 但另外一手 民进党执政党所提名的审查委员 在审查会又可以再把我们员工 66%票选所选出来的代表再删掉 这不是两手策略 什么是两手策略 这不是物与我们老公 什么是物与我们老公 文化政策到目前商量以来没有看到任何的作为 不管说对于公事的这个董事被拿掉 还是说对于华市的这个任何的政策 完全吹翻任何的想法 所以我要再边就是说 希望文化部能够拿出对公广的政策 然后呢可以有公开的公听会电论会说明会 能对于人民大众能够有一个交代 董事会要通过董事会版本的新闻节目制播准则 但是新闻节目制播准则在公共电视十多年来 一向是由像各位现在在这边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和新闻部节目部的同仁 他们派出代表跟基金会一再的讨论去确定的 也就是它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过程 所以他不需要提出任何的罚则 同仁都会遵守 可是这一次董事会基于某些原因 他要修订自拨准则 而且要求是董事会修订完给同仁遵守 公共电视工会在董事会的练习过程里面 就针对这单一议题 跟董事会舌站将近一小时 终于说服董事会愿意回到原有的机制上 让总经理率领他的团队 跟同仁修订自拨准则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 也就是要怎么样确保同仁在这边工作的时候 他的专业性跟独立性 让我们的十年的公共政策能够如期的来制定吗 我想我把这一份的你们的社会稿 这个成绩的数据 我们拿回来我们整个做一个完整的整理检讨以后再做会议 所以你们会尽数安排跟我们公会来做见面吗 如果我们整理完以后再做会议 因为现在现在这边我们有办法直接跟您做会议 董事在公共电视的历程里面已经大概有十多年了 虽然不见得每一切都最后有推派的出去基于各种原因 但是一向以来从新闻局时代到文化部农部长时代 都是把推派劳工董事的责任交给公共电视公会 这也是劳工董事在台湾在全世界一向的处理方式 文化部这次破天荒的把劳工董事交给资方办理选举 应该说他办给资方去推派选举是资方想出来办法 我在想我完全不知道文化部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基于什么样的基础 要做出跟以前不一样甚至跟全世界全台湾不一样的方案 这件事情在前一屆也发生过 一样的审查委员会 连续三次刷掉我们的劳工董事 那当时因为负责劳工董事选举的是公共电视公会 在第一次被刷下以后文化部一样请公会再行这块人选 我想我们的原则非常清楚 同仁已经用选举表达了他的意见 我们就会完全遵守并尊重 我们不会推第二次第三次 他要我们第二次第三次二次三次 再来四次五次都是推同一个人出去 因为这个人在这一届都还没有上任 这就是我们坚持 但是今天文化部跟公共电视做这样的方式 跟我们以往对这件事情 劳工自主 劳工的意志必须受到尊重这件事情 是完全没办法想起的 因此我们只好呼吁我们会员 跟呼吁我们图人 不要参加 接下来第二次的 不管是问卷 不管是选举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抵制我们这样的派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工资本 had not found yet 不过 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